这个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 孙悟空到底从哪来的 这个西游记我认为 它这个主要的是反映当时 这些读书人 他们对这个当时的社会不满 说书的读书的有文化的 对吧 这个主要成书是在明朝 但是前面呢 宋朝元朝都有 他们对当时 因为一个朝代刚开始的时候 七象万千 新七象 但一旦过了一百年 几十年之后 马上就进入那种叫垃圾时间 对不对 大家老说垃圾的 那那个整个的社会 这个政治也不亲民 然后这个风气也不好 阶层固化 矛盾是不是越来越突出啊 那读书人 他们就有一种思潮 什么思潮呢 希望有个外力 能够打破这个沉闷的社会 这个是这样的吧 就是你原来的这些人 都是既得利益者 他是不可能去打破 没办法打破 每个人后面都有势力 对吧 都有领导 都有后台 都有靠山 谁去 你一出手人家都知道 对吧 你比如说当时变法 对吧 那个吴承恩时代 那个就是张居正变法 改革 都是新气象 但是为什么撤走 对吧 为什么最后都失败呢 前面还有很多变法 变革 都想改 对吧 为什么都失败呢 这是大家觉得 这个主要后面利益 牵犯态度 所以恐怕就是希望有一个 没有任何背景的 这么一个人 对吧 然后又具有某种能力 放心 这么一个人 然后让这个整个的风气 对吧 得到这个一个变吧 革新 当然咱们从如来佛的角度来说 那个时候 他说啊 如来佛他是怎么评价的 他说天下不是四大洲吗 因为那个时候人认为天下就是四大洲啊 一个是东胜神州 一个是南上部州 一个是西牛鹤州 一个是北居卢州 应该是四个州啊 说的不对 大家提醒一下啊 我有点记得不太清楚 然后这个佛祖说了啊 就如来佛说啊 东胜神州啊 是凹来国 好像他的评价比较可以 然后这个 北居卢州是哪呢 大概其实就是草原 就是咱们北边 草原地带 因为他说那个北居卢州的人呢 虽然杀牲口 吃牛吃马 吃羊 这个杀牲这不是不好吗 在佛教里面 对不对 但是他说 这也是没办法 就是生活所迫 北居卢州 这是佛祖评价 那个犀牛贺州啊 那简直是 就是极乐世界 我估计就是印度吧 这佛祖自己说的 犀牛贺州 那是极乐世界 那些教化 对吧 也就是叫他佛教在那 好 那比如就是那个南上部州 那些人 知迷不误 沉沦 对吧 大家可以看那个佛祖 说的这个原著里面 那全没有好词 这地方人 知迷不误 对吧 贪嗔痴 所以他要把这个佛教啊 想从这个犀牛贺州 让他引进到南上部州 就是那个南上部州 就是中原 叫中土大唐 明白了吧 那这个东盛神州在哪呢 那只能 推测应该是在 不是日本 就是台湾 大概是那方一样 什么岛上 只能这么理解啊 那佛祖 他为了把它的那个真经啊 对吧 佛教 把它要扩散到南上部州 他就需要有人 对吧 但是这个地方 又是道教和儒教的地盘 你想把那个佛教引入 没那么容易 对吧 虽然那个时候 这个中土大唐啊 这个佛教已经有了 但是他佛祖认为 那个部教 那不是真传 那个是 不是大成佛教啊 这是小称 应该这么理解 所以他 实际上他需要有人呢 把这个佛教引入到 东土啊 这个南上部州 所以他 但是他这个 要有个人干这事 又不能让人知道 背后啊 是他的捣鬼 对吧 抢道教的地盘 抢儒教的地盘 这毕竟不好 这不就两大 几大势力要斗争吗 所以他也不希望 让人知道是他干的 所以就有了 孙悟空后面 啊 猴子 这是我认为的 然后这个 孙悟空呢 他不是个石猴吗 他就是 是吧 叫东盛神州 花果山 在海边上 有个山 那个山 天同其劲 开天闭地就有那山 山上一个大石头 那么三丈高 两丈宽 然后石头周边 没有树 没有任何东西遮挡 然后就是吸收 日月之精华 是吧 天地之灵气 然后猴子 有一天突然出来了 蹦出来 石胎 完了之后猴子一出来 就能走路 就是在那个山上 那个大石头里面 运入了很长时间 多少万年 出来之后 这个孙悟空 刚出来 三百年 在花果山 待了三百年 啥都不是 三百年后 就是有一天 突然这个 一纯猴子 他们水边的时候 看到那个水帘洞 说那有个洞 谁要能到那个洞里 给大家探探路 带领大家进那个洞 他们就认谁 做猴王 做大王 这时候 这个石猴 就是孙悟空啊 突然 他说我来 然后他大大 他就进了那个洞 水帘洞 上面 他也对联了 对不对 洞天 浮地 有石桥 水帘洞 为什么说这个呢 也就是三百年里面 这个孙悟空 都是默默不闻 他都没有我的意思 他没有我的概念 他跟猴子是一样的 这一刻 他突然有了个我的概念 而且我的概念 他就觉醒 然后去了那个洞里面 然后他看到这个洞之后 里面还石桌 石椅 庞什么的 然后他就跑出来 告诉那些小猴子 他里面洞很大 我们以后进去之后 就是可以遮风胆雨 下雪那也不怕了 他就带大家进去 进去之后 这孙悟空马上就问那些猴子 你们刚才说的话 算不算话 你看看 他马上就要拥立为王 那些猴子在这算话 孙悟空就成了猴王 你看看 他就从一个普通猴子 称王 猴王 他这个时候 他已经开始 对吧 这个叫觉醒 进一步觉醒 他要当王了你知道吧 完了之后呢 有一天啊 就看到一个老猴子死了 然后他突然善感 他就说我就是当了王 这么快活 也有死的那天 像老猴子一样不好 所以他就郁郁不 就是闷闷不露 然后有几个猴子 老猴子 什么冲壁 什么长壁猿 什么的一大堆的猴子 有老猴子见多是广的 就跟他说啊 他说听说有人就可以修仙 可以传人不老一大堆的 然后这个孙悟空一听说 马上就准备传人不老 对吧 他就让那小猴子给他扎了个屁阀 滑上个屁阀 据他自己说嘛 是刮了东南风 是不是 刮东南风 给他刮了什么西北角 上去了 刮到西北角之后 他不就是上岸了吗 好 上岸做的第一件事干什么呢 上岸做的第一件事就是 人家岸上有渔民啊 在那打鱼 在那高广 在那捞海参什么的 他上去做的第一件事 是抢了一件衣服穿 就是孙悟空的有了羞耻之心 他本来是裸体的 是吧 他上了岸之后 发现人家都是穿着衣服的 他也不知道 所以他抢一件衣服 要知道花狗上岸是 与世隔绝啊 什么都不知道 否则这个时候是零 他只是自我觉醒 有我的意识 跑到南上部州 就是他上岸之后 第一件事 看见人家穿衣服 他抢一件衣服穿上 这不就有了羞耻之心吗 对吧 好 那个南上部州是哪里呢 就是他按照孙悟空自己说的啊 他是串过长城 游历过什么 沙漠 那我就觉得 那肯定是 从那个 咱们北边进入的 从北到南 走了十年 他在中土 东土大唐 走了十年 这十年干什么呢 这个书里没有交代 但是你自己脑股 孙悟空这么聪明 在东土大唐 这十年干什么 就是去儒教 跟人大交道 这个我们叫闯社会 然后他走到 那个大概 咱们只能推测啊 大概走到缅甸 缅甸的地方 然后他又又驾着船 又漂洋过海 我估计是过了 那个孟加拉湾吧 漂到印度 他说叫西 西牛鹤州 到了这个州之后 他不就 善了之后 不就遇到一个乔夫吗 他遇到乔夫的时候 那个乔夫就唱 那个修仙的歌 那歌是道教一个什么 大概其一个口诀吧 那个乔夫在那唱 后面最后一句 是什么修仙 什么这些争快乐 一大堆的啊 那苏文庆 这我不就是找 这个修仙的吗 所以他跑去就问 那个乔夫 你刚才唱了什么玩意 怎么还修仙呢 那乔夫就跟他说 我隔壁住了 一个神仙 他看我困苦 看我天天 寓意不得志 比较痛苦 所以他就教我唱这个歌 我唱了这个歌 我就心情好 那个孙悟夫就说 那你隔壁就是神仙 你为什么不跟他学呢 修仙呢 传神不老呢 那个乔夫就说了 我爱幼啊 幼年丧父 然后我父母 他妈把他拉扯大了 现在呢 他妈年事以高 现在需要人赡养 我呢 不能把我妈扔一下 跑去修仙 孙悟夫马上就夸奖他 说你居然也这么有孝心 那你一定有上报 也一定有好 你看啊 这个就是儒家观点 因为我告诉你啊 佛教里是没有这观点 对吧 佛教是你出家 父母给你就是凡胎 肉胎 道教也没什么这观点 这观点就是尽孝嘛 这是儒教观点 所以他这十年在南上部队 就是中主大堂 学的就是儒家 好到啊 然后那乔夫就说 那那那那 孙悟空啊 很贼你知道吧 孙悟空说 那你能不能介绍我去呢 那乔夫说 可以啊 就是我们家 隔壁已经万千则 走多远 到那什么地方 就到了 那孙悟空贼啊 孙悟空呢 他说我去了 人家凭什么教我呢 你看啊 这玩意都是从儒家学的啊 他这十年学了些啥 把鸡贼 但是我去了 人家他心想 他还不说 他不说 他自己想 突然去了 人家凭什么 收我为头呢 教我这个修仙呢 传人不老 我把他拉上 他不然关于好吗 你帮我推荐一下 对吧 所以说他非要 这个乔夫带着他去 那乔夫说 我有事呢 我还卖柴呢 谁有空去啊 这是你自己去不就完了 那乔夫说 这怎么这么难说话 我到时候 你把我推荐去了 我给你好 感谢你 明白了吧 好 你人家不愿意 那乔夫没办法 他自己走 去了就抱你啊 那个地方叫什么地方呢 叫灵台方寸山 斜月三星洞 实际上就是心啊 灵台方寸山 方寸之间 心 说的都是心 斜月三星洞 也是心 那心子 心子不是一个握钩吗 然后三个点吗 那握钩不就是斜月 那心字这么写的 对吧 三点 所以实际上就是心 对吧 那个那里面的主人是谁 那所谓的神仙是谁呢 叫虚菩提 虚菩提 在佛教里面 虚菩提就是如来的弟子 十大弟子之一 但是我觉得啊 这人不是什么虚菩提 这人就是如来本人 他就是在那等着 孙悟空的 等着这猴子 对吧 一切都是他安排的 剧本就这么个剧本 对吧 那里面都是演员 一切都是为了等着猴子过来 为什么呢 这猴子后来下山了 对不对 那猴子后来取经的时候 在武装观整住室了 对不对 那他想着找师傅来帮忙 又回了那个林台方村山 协越三星洞 结果去了之后 里面早就荒芜了 师傅不见了 你说怎么可能 对吧 你那么大的一领导 那么厉害 对吧 功夫 你怎么可能就没了呢 所以这个 这一切啊 说明那就是 如来自己在那 就是搞了个 叫口外辅导班 就专门等着孙悟空上门 而且孙悟空一到 他就知道了 他马上让弟子出来开门 说这个求仙的来了 修仙的来了 这意思吧 然后那道童把门打开 就看见猴子在那翻来覆去的 把猴子就叫进去了 虚不提都知道 后来那个孙悟空在那干什么呢 打了七年工 种地 浇水 这个挑柴 干了七年活 然后烧香 扫地 第七年的时候 那个虚不提啊 在上面讲座的是上课 然后这盒子坐不住 在那可能有所感悟吧 就是虚不提说啥 他听了之后 他觉得很开心 他懂了 然后他就开始喧哗 虚不提就说 就问他 他说我弟子 没有所感悟 高兴 虚不提一看 这人可以啊 开窍了你知道吗 这叫开窍了 好 就问他想学什么 孙悟空就说 我想学长生不老之法 就不死 虚不提就说 不死 虚不提就说了好多道家的 什么流 就是道门有360个 叫左道 就是旁门左道 道家 他们认的正统 就是叫什么 内丹 就是他们道家认为 那个就练药啊 吃药那个是唯一的正途能够成仙 其他的都是旁门左道 好像这样的啊 然后这个 这个虚不提就说了啊 这道门啊 也有360个 炼丹肯定这个猴子不行啊 太阳老军呢 炼丹就是太阳老军知道吧 那猴子练不了 这还有那科学技术啊 是吧 说那一共360个旁门 然后他就给他介绍啊 他说这个什么啊 刘子派 刘门 刘 说什么啊 说什么什么 呃 地理安柱 就是在那个墙壁里面打柱子 然后又说什么 室啊 动门 什么什么 窑头土坯 就是窑头那个 装坯子 还没烧的那个装坯子 然后又是什么啊 什么镜子门 什么水中烙月 你看看 听这词啊 反正都不是好词 都是那个练了白练 孙虎都问了 孙虎这人很精着吧 孙虎是随便教 师傅你想教什么 教什么都行 师傅就给他介绍 然后孙虎就问 能长生不老吗 然后那个徐步迪就说了 地理安柱 就是还要脱裤子放屁 就都是一笔 没用 这个啊 然后那个又说 那什么刘子派 刘子派是 然后孙虎又说 那这个能长生不老吗 师傅说 窑头土坯 那个那个 都是做砖啊 土坯 然后进窑里烧 烧完之后出来 那这是砖啊 土坯放在窑头 鱼一下 那坯不就化掉了吗 没有烧的坯啊 放在窑头堆着来 那不就是泡汤吗 对吧 然后那这肯定也是不好 然后又说 这个啊 你这个这个叫 什么 又是什么一个门 那就是叫 水中捞运 那不更扯淡吗 所以你看啊 这个徐步迪啊 他对这个道家啊 那也就是一顿损 你知道吧 那也不行 那孙虎说 那不练不练 然后这个徐步迪气着了 拿几尺子 在头上敲散一下 然后跳下去跑了 然后那些土地亚说 把师父这个破防了 说孙虎空啊 让师父破防了 所以后来这个 孙虎空 他在想 敲三下 那是不是夜里三斤时间 去找师父啊 所以他就认为啊 三夜三更 跑到这个 找徐步迪去了 徐步迪 他在那嘴中念念 有词的啊 然后这个孙虎空跑来 就跪着呢 然后这个徐步迪一看 这个猴子还真有悟性 这叫悟性啊 没见过 悟了 所以他们一说 徐步迪就叫他 这个大品 天天诀 缠身不老 后面 然后那个孙虎空就去 走了 练了三年 就这玩意练三年啊 缠身不老 你看他三年之后 那个有一天 这个徐步迪又问 这个孙虎空 说你练的咋样了 这里面我会说一下 名字啊 孙虎空的名字怎么来的 就是孙虎空给他起的 说你这个狐孙 也不是猴子吗 狐孙 反正说一大堆啊 他就是找借口 什么狐 狐什么 就是小了 有一大堆的啊 谷一堆的 这狐这个不好 孙倒挺好的 子小 这个你看 按农孙的说法 就这种 这孩子容易长大 孙嘛 是个子 这边有个小 子也是小孩 小也是小孩 俩小孩 你看这好 你就尽孙 孙虎一听啊 挺好的 尽孙吧 然后这个 你叫什么名字呢 说我啊 一共是 已经有12个什么 就是那个 现在都 那相人 相人界一样的 郭德纲的相人 招土地 对吧 什么什么字 虚不迪 12个字 一大堆啊 到你这儿是空 是物 到你这儿是物 也行 叫物吧 然后就叫你孙悟空 物空啊 好 这孙悟空挺好的 这名字叫孙悟空 知道吧 这是徐福提给他取的 后面这个 第三年的时候 就是练了三年 这个 这个 那个 徐福提就说 那你这个 这个三灾厉害 是你现在练了 这个长生不老之术啊 但是你要躲避三灾 那个孙悟空就不高兴了 你知道吧 孙悟空 你这培人班 你这 学一半 然后后面 还有又新的 这个课要上 对吧 是这个意思吧 你不就 学了一半呀 加钱 说了这长生不老吗 我练完这个时候不行 你这后面 他的家 说三灾厉害 孙悟空就说 啥三灾厉害 他说就什么500年啊 500年是雷灾吧 批他 我把你批死啊 然后这个 再过500年 是那个叫什么 火灾 是阴火 从脚里 生起 把你烧成粉 再过500年 是什么风灾 阴风啊 从你头里 这个什么蟹进去 你也是完蛋 说这个是500年一回 这是所有的神仙都一样 都会造成个天灾 叫三灾厉害 哎呀 说你这个 那生活工业精华 你这不是 你玩呢 你这早不说了 对不对 后来这个 那怎么办 怎么躲避三灾 然后这个 徐古迪说 这个可以学这个变化 这个有36变化 也72变化 可以躲避这三灾 就是三灾 不会就把你肉体消灭 自己消灭 变成样子 就没法消灭 这个意思 这个逻辑 就这么个逻辑 在他要消灭你的时候 你已经变了 不是这样 他就消灭不了你 物理消灭 好了 那你给你教你72变化 然后就问 斯文工学哪个 斯文工学的就是 数多嘛 36太少了 72多 所以他就选72 实际上他这个 72变36变的 可能是36变更厉害 因为天刚嘛 72是地上 但是斯文工是按数 数字 他觉得72多 学72种 这不更好吗 对吧 你多钱是一样的 花时间是一样的 对吧 你学的多啊 72种 所以他学的72 然后这个 徐古迪就说了 哎呀 你麻烦 你知道吗 你这个比较麻烦 斯文工学又怎么着 又要加钱是吗 一到关键的时候 他就要加钱 对吧 吊着吧 斯文工学又咋了 这个徐古迪说了 你看你这人没塞 尖嘴猴塞啊 没有塞猴嘛 尖嘴猴塞 你知道吧 说明那个人没塞 你知道吧 你塞 你没塞 你这变就不行 然后斯文工学就说 你这 你就不行了 我虽然没有塞 但是我有那个 有塑囊 也不知道什么意思 大概是 骨子的 头子 这两边 就什么塑囊 你知道吧 跟塞差不多 而我也是 头元顶天 脚方踏地 也有七窍 什么九窍 反正有九窍 你就能修习 那个师父一看 你这么坚持 那就可以教你 72变教了 又过了一段时间 教他那个金斗云 就像孙工驾云 驾得不好 师父就说 那我教你个金斗云的 人家驾云 吞云驾雾 都是早上在哪儿去 晚上就回来了 对吧 就你这个水平不行 我教你一个 叫金斗云 一下十万八千 被这个 孙工学会了金斗云 完了之后 这孙工就开始卖弄 不是吗 给那个师兄 在那卖弄 结果那个师父就发佛了 他就找个借口而已 而你啊 这么卖弄 别人就会跟你学 要你教 你不教 人家就会那样害你 把你杀了 你就长生不老 不行了 你教吧 也是祸害